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始我们的区选论坛 华冲 今天是南区区议会来自香港仔的两位候选人 在现场 讲一些背景给大家听 这区方面的选民人数有10965人 比上一届增加9.9% 增幅最大的组别是18-20岁男性选民 增加了61% 而这区上一届有4名候选人 投票结果由任保林以1936票胜出 赢338票 至于今届选举有3名候选人 包括1号的黄瑞熙 2号的任保林 3号的李建成 本台曾经透过电邮和香港仔选区主任 以及选举事务署联络李建成 但一直未获得回复 所以未能联络他上来论坛 说回我们今次选举论坛的规矩 论坛里面有必答题 和由候选人自己抽出的自选题 自选题会分为地区问题和全港性问题两组 而每名候选人分别每节有4分钟和3分钟的发言时间 可以自由运用 累计时间用完就要停止发言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开始 必答题方面 刚才黄瑞熙先抽到 所以由他回应这个必答题 阿聪给你 问题就是近日不断有建制派的办事处被破坏 有泛民的候选人被捕 也有不同的候选人受集 你认为在这个情况下进行区议会选举 会不会影响选举的公正和代表性呢 其实我认为今次的选举 很多人都说会推迟选举 其实推迟选举其实都有一个政治考虑在那里就是 希望保留建制派长高本身的势力 选举的公平公正 刚刚讲到的其实都是一些政府的责任 政府是没必要保持现在的一些安全 就是确保选举预期进行 现在民意非常清晰 大家都希望透过选票 踢走建制派、踢走保皇党 选择一个自己心仪的人 去服务社区、服务香港 如果一旦延迟 只会激起大民运 好的 任博林 我也很赞成刚刚Angus所说的 大家都很想利用选票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无论想踢走的是哪一方面都好 对于我来说 我本人是独立的 你说建制派有建制派的问题 泛民亦都有泛民的问题 但是我就会觉得 你问的问题是问 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公平公正性 或者代表性 当然有影响 大家睁大眼睡醒的时候 看下电视都知道已经有影响了 我可以告诉你 在选举上对我实际的影响是什么 我在街上我去摆街站 只要是天色二晚的时候 一定被人欲骂 在你面前 直接是面容扭曲的 去随便穿 我一定会告诉你 什么都不会听 民主的社会是不可能100%的 不可能会出现100%的选票 就是大家投资一个人的 大家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是用你的选票去投资票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说要去到激烈的 我不要听你说什么 我只是要立场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民主呢 一个有质量 有质量的民主 是不是应该说 大家是用事实来说 就不是用立场来说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绝对有影响的 你问我想不想进行去选举呢 我就不太觉得这些东西会令到 它很影响我做选举当时 譬如那些店铺说 我会不够胆贴你的单张 给新闻我看你不要难为我 我绝对不会难为你 去选这些东西是为了人民做事 不是反过来叫他去帮我 牺牲自己来让我选到的位 这件事是反过来的 所以我会说 你放心 我直接问都不来问你 我不想难为你 除非你说我可以 那我会去做 但是你说会不会影响 当然有影响 但你问我想不想继续 我当然想继续 我也想用这一票去证实一下 我四年来做的东西 究竟有没有用 还是只有立场的,到最后 好,那到地区的问题了 这个时间有请任保林 帮我们抽一个提问 我抽一张 好,你抽 然后就是黄若熙 抽 好,那由任保林先作答 问题是这样的 他们会一直有意发展香港仔 海滨和鱼类批发市场 作为旅游项目 但自从计划足招后一直都没有进展 这个计划是否值得继续研究和推动呢 我先行吗 是,我先回应 政府在我刚刚上任的时候 用一亿工程的时候 连我都会去反对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搞错 你说一亿但是结果是招了一间食肆来的 那做法是非常之不好的 那叫一间食肆来的 用一元租快地给他 接着之后就是用政府的钱去建计所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接着之后是什么 看他们的菜单里面是买虾饺烧卖 我们香港仔里面有很多茶楼的了 还有你来到之后有没有理解过海滨 究竟有没有地方可以泊车呢 那些旅游包放在哪里呢 我们香港仔已经塞到是水舌不通的了 整件事你有没有想起整个配套呢 还是说中间有一些无论是发起的人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想做一些 怎样的 带茶饭 做了出来好像拿很多credit的东西 但是做完之后没有真正去想过 会影响旁边的居民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帮到香港法治 海稀 其实如果你说就着刚刚那个提案 其实我自己来说 我就现阶段我必然是反对的 其实坦白说 大家刚刚正如当局议员都所说 就是说其实香港仔的交通承载量 的确是超出了负荷 其实都不是单纯说香港仔 甚至乎你看回附近的区域 例如田湾 黄竹坑 有酒店的 但是偏偏的旅游巴 其实进去都是迫向环界的责任 其实南区本身交通承载上高 到底做不做到这件事 我自己对这件事是抱有疑问的 而且一亿的撥款上高 亦都是我自己认为当时 是有一种好像官商勾结的一个问题 一元就租给人了 我也负责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其实如果我认为是应该运用现时有的一些特色 例如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避风堂 会不会是可以推动到一些旅游的一些水上的士 甚至乎是其实 鱼女批发市场里面本身有餐厅的 本身是一间餐厅里面的 会不会是可以稍作装修 亦都可以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地点呢 而不是再让海滨美律美换来做一个旅游项目 我也想有一点补充 你可以补充 不过是用你的时间 时间是59米 我也想补充一下 其实我也觉得是赞成的 如果你可以做一个像外国的Fisherman Wharf 御人码头 做到游升游食 第一件事是应该要基本上 利用我们本身的已经在这里的海鲜市场 它的特色和食肆 在那里发出的话我就会赞成 人保留米剩下43秒 至于黄玉器剩下1分34秒 第二条的地区题 都是先问黄玉器 都是关于一亿元计划 区议会运用政府提供的一亿元社区重点项目 推行眼科检查计划成效如何呢 是不是需要扩大计划继续进行呢 其实现阶段南区的眼科检查 其实计划的项目是可以说非常好 因为刚刚也说到由于海鲜的餐厅变成硬科检查 然后其实现在这个计划上 虽然它有帮到部分居民 但我认为效率上的确是未必足够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扩大 也都是如果往后再有其他的一亿元 也都是可以研究 来进行其他一些保健的项目 服务回当区的掌握 因为南区其实都是一个老人的 比较老人家比较多了 是的 尹姆林 其实好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就是由这个一亿工程的愚人码头 cancel 之后就继续发展到 在我们刚刚这一届的区议会里面 就拿了两个项目出来做 一个就是做这个眼科检查 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shuttle bus 就给一些伤残人士 就可以车他们去譬如玛丽医院去复诊 这两个都是cater 是给少少连长少少的市民去用的 这个就比较增压性少一点 我想政治上面就比较正确少一点 没有人会去犯了 你说做得好不好呢 好像刚刚Angus所说的 我们全区都知道是超级难打 难打过上电台的电话 设计也设计不了 但很可惜资源有限 因为其实你得一亿就是这么多 如果在未用完的钱里面 我觉得其实可以扩大一点点 好 那就用完这些时间了 不用了 那就是了 黄义姆 收多一条 是的 你做41秒 好 麻烦了 好 地区性的问题来的 都是同样 问题是这样的 赤柱一带每逢假日 停车场经常都爆满 的士和旅游巴的停车处都供不应求 令到游人和居民出入都不方便 是不是有方法可以改善的呢 其实我认为 就是南区 以至到整个南区 特别看回香港仔 其实本身的道路承载 刚刚都说过非常有限 另外泊车位也是一个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以见到香港仔区里面 经常都有很多位泊 更加塞住了路口 令到车转不了弯 其实我认为除了是必须要开拓一些多些的泊车位 更加是可以研究一下来到去 就是将区内的一些车辆来到去 都转移出去的大型的大道 例如疏导一些车流 要开完也要折楼 要减少入内街的车流 好 够了 两位都用了他们这一段时间了 休息一会 从回来之后 我们会问两位一些全港性的问题 Yang 见 回来这一集在驱选论坛 全港的问题在我手上 阿聪 全港的问题就这么多了 全香港的问题 全香港的问题 他们两位的问题,是没错 那就先任务林抽 新主轮道,王玥熙 谢谢 任务林,你先回应 好,这条题目问,有没有人先回应 好,很简单的问题 香港现时正面对经济衰退 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应付呢 我本人不是读经济的 但是答到这条问题 应该都做得到特首 但是我们用一个市民的共识来说 其实我们很大的影响 就是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Depend on 最大的几个industry的话 香港应该是金融 还有一个旅游 比如说,你说金融 大家会不会说方 将那些钱撤资 我有听到投资银行 是有跟我说 表面上政府就说 没有,没有撤资问题 他们已经告诉我 听话,你知道 那些钱很多去了新加坡 谁知道你明天会不会 有些什么大件事 又或者是政府突然间 会不会宣布一些措施 又或者是金融上 有一些限制 令到你的钱突然动不了 这个是投资者一定大忌的东西 第二就是说旅游业 你的人身安全的问题 你的钱的问题 和你的人身安全的问题 如果这两样东西解决不了的话 经济是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的 你说饮食业固然是一些特定的工业 但是两个香港最大的驱动力 是你两个 子暴制乱 我也很不喜欢用这种 厉害的词 但是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我们的生活 可以回复回到一个 这个说法治安全和有罪的办法 茴希 我想其实现在的经济衰退 有这样的迹象 其实我觉得最贵根究底 都是一个政府的问题 本身政府去推逃犯条例收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说过这个问题 去6月的时候 很多人 一百万人二百万人出来游行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理据来说过 就是说担心会有经济衰退 但是偏偏这个政府就强推这条恶法 强推令到现在 即到整场运动五个月了 到现在都未曾解决的时候 其实政府真真正正来去解决 刚刚所说的那种面临着的经济问题 其实就是很应该回应回整个社会的一个诉求 来到去处理回民愤 然后来到去给投资者的一个信心 才是一个真真正正解决整个问题的方法 好 接着 下一条问题 更简单 先问一下 你认为何时才是23条立法的时机 我认为短期内 以至到之后 其实都未必会是一个立23条的一个时机 因为其实23条 以前03年的时候都有一个的争议 其实当时的争议 最主要都是聚焦在本身的条例的context 和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法制上 有很多不同 以至都是担心对于香港现时 就是基本法保障的一个言论自由 一个游行示威结舍的一个自由的影响 所以其实在这个短期内 以至到往后 其实我暂时都未曾看到一个时机 是可以就着23条的立法来作一个讨论 尹慧琳 我觉得23条在2003年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叶刘淑怡女士 他都当劣牺牲了 一个人背了所有的罪行上身 但是你说整件事是否不应该立 我们搞清楚23条并没有说 我不让你民主我不让你自由 23条是国安法 基本上是告诉你 我们要禁止《treason》 就是说你不能叛国 你说可不可以有双普选 或者是一人一票去选出一个特首 甚至没有筛选的框架 我觉得好啊 如果我们肯定那个不是叛国者的话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譬如说 中央政府可能最害怕的就是 我怕你选了一个出来 是我信不过 或者是一个叛国者 那就糟糕了 香港想要的是 我想要自己选 为什么你不让我自己作主 这两件事本身 是不应该有一个正面的冲突 如果可以解决到 立了23条 那个人肯定不会是一个叛国者 接着之后香港就说 我可以自己选 那你可以自己选 那会不会是一个更好的出路呢 就不是说我很害怕 所以我不辣 去逃避一件事 不如去面对 好 任保林剩下46秒 那黄月熙剩下1分20秒 周一条 好 接着到任保林 好 先问黄月熙 黄月熙 是 你认为短期内 应不应该重啟政改 落实双尾算 其实我认为 何时都应该是要落实 重啟政改来落实 这个真相普选 刚刚都说到真相普选 其实香港人正正就是不想有 831框架 不想有一个 有篩选的一个选举 其实我站在我的立场 我固然之是非常之支持 也是现今的市民所想的 但是总而言之 就是面对831框架的时候 香港人怎么都不可能 真真正正提名 真正正选到一个民选的特首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预示到很多 一些政治的问题 是必然会继续在往后的事情发生 所以其实我认为 重啟政改 其实是有这些需要 亦都是刻不容忽 任保林 好像我刚刚所说 其实丞相接下来说 要有真普选 我都很赞成 但是我对真普选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和中央 会有这样的角力在那里呢 中央最担心的就是 你会选择一个我信不过 或者分分钟是真的叛国 或者是会受外国指使的一个傀儡 那如果要杜绝这件事发生 如果可以立到23条 真是防止到 大家一人一步 找出你害怕什么 你害怕什么 我原来你害怕这一样 那没问题 本身两件事 是不应该有一个conflict的嘛 那你就说 好吧 那不如我给你什么 你给我什么 这件事是彻底去解决 还有一件事我想补充的 就是其实在整件事里面 有很多公众 可能对这件事的理解程度 不够高 政府是非常之差 去做一些教育 或者propaganda的事情 好 时间剩下两秒钟的任保林 那我就问黄玉熙这个题目 近日香港的局势持续恶化 交通陷于叛痰痪 你认为需不需要 采取一些进一步的措施 例如宵禁去应付呢 我不认 我认为其实 现在其实面对这样的困局 就是经常都说有失车倒路 但是其实真真正正正的问题 我刚刚都说过了 一定是在政府的身上 政府对于市民的诉求的一个不回应 继续强加暴力去处理现时的事件 其实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正的问题 才是真真正正正的激起了民憤 所以其实责任 目标是在政府里面 政府必须出来解决 当前的一个政局的矛盾 和一个政治的困局 另外其实我也想用一点时间回应 刚刚任保林议员说的事情 其实他刚刚说到就是说 中央对中共很不信任 没错 任保林想用那两秒去回应 有 好 什么都说了是政府有问题 不去理解的话是没用的 好 够钟了 两位都用了时间了 这个环节我们就完结了 回来请两位候选人 他们每人有一分钟的总结 下回来再见 最后的环节 区选论坛当中 就是有一分钟的总结时间 交给就是 南区香港仔首先的候选人 有一号的王瑞希 交给你一分钟 好 重视对居民的承诺 是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理念 未来四年南港都线西段 香港仔集的兴建 以至到香港仔街市翻身 都将会踏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我相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区议员 必须要摒弃一言堂的思维 切实和各方面沟通 冒求谋求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加上近日香港的纷争 已经开始落入社区 很多的居民切身感受到警暴的威胁 所以我更加希望 运用区议员的身份 在区议会的平台 除了民生事务上 继续跟进 继续为大家改善社区 更加希望在制度上 在价值上 继续守护每一个香港仔的居民 守护每一个香港人 今天星期日珍惜每一个投票机会 请支持我一号黄芽熙 隔身香港仔 香港人加油 你还有三秒 要应俊 多谢 好,时间了 这个时间有二号的任保林 他也是一样 有一分钟就要作总结 任保林 我们今次的 campaign 就提出一个香港仔3.0 基本上香港仔 由百多年前一个渔港 发展到后来有一个大型的填海工程 建了香港仔中心出来 到现在已经是进展到 我们要去想想 地铁要进来 还有街市已经几十年了 由四十年前发展的时候 到现在都已经很够了 要装冷气 整个现代化 其实我会觉得 已经是一个香港仔的进化历程 现在已经去到三点零这样的阶段了 我觉得其实作为政府 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区议员这个角色 在这些这样的重要时候 就发挥了这个作用了 我们要听到 譬如说市民你们的要求 将你们真是用家的角度 要带给政府去看 究竟地铁站应该是建在哪儿 出口在哪儿 街市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们一直以来在塞渠 所有东西 冷气应该怎么样 那些楼梯在哪儿 这些事情都是应该 要将市民的声音 带给政府的 我希望大家 今个星期日 都要踊跃出来投票 支持我去当选 麻烦 好 时间亦都用尽了 两位都已经用完 他们每人一分钟的时间 作总结了 王聪 今天我们的选局论坛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看